這張和平島直通基隆雨的天堂路引發網路瘋傳 其實它採取的就是借位拍攝的方式 讓中間隔著4公里大海的和平島與基隆雨 看起來好像一條路就可以直達 志平導演范舒敏分析完成借位拍攝 最重要的是景深 如果能以廣角鏡頭拍攝效果更好 我們現在大家都知道常常看到一些借位攝影 那它其實有幾個關鍵地方 就是它鏡頭的焦段 尤其是有牽涉到一個叫做景深 就是它整個焦距的一個範圍程度 那景深一定要全景深越高越好 那所用到的鏡頭幾乎都是至少標準到廣角 長焦可能就很難做到 那景深夠 借位攝影自然就容易就可以能夠有這樣的效果 如果用手機的話 那當然就不要去推鏡頭 那樣是它原本的尺寸 那如果手機有那種廣角鏡的 像三顆眼的那就用廣角 那然後光線一定要足 光線足它光夠 它景深自然就夠 那效果會更好 在疫情趨緩下 這項由金融市政府主辦的媒體試圖課程 在為配合防疫進行時常線上課程後 今年首度恢復實體課程 邀請知名導演進入校園 面對面向學生說明 時下最夯的借位攝影等拍片技巧 以及分享如何辨別假新聞等 消防認為對學生幫助很大 其實這個結合我們九年級 有一堂的彈性課程 我們這堂課的名詞就叫做媒體試讀 那能夠邀請到導演或者是專家 這個業界的專家來 其實對孩子都是很特別的體驗之外 我覺得對於媒體素養也能夠有所增進 所以其實是很特別的體驗 那孩子們都很興奮 邁入第四年的美麗基隆媒體試圖課程 雖然因應疫情部分場次改採線上授課 不過還是吸引了社區大學等七所學校 及一般民眾報名參加 人數達433人 金融市政府方面期盼 藉著這項課程推廣媒體禁用 讓民眾了解媒體種類 新聞產製流程 並能辨別假新聞 判斷正確資訊 做一個聰明的閱聽人 更希望在專業師之指導下 鼓勵民眾善用身旁影音設備 用一支手機就可以拍出獨特精彩的影片 用影音收藏人生做自己的導演 記者張祈腾 基隆報導